出卖郭靖的叛徒到底是谁 黄荣怀孕时已发现蹊跷 却一时心慈心软 有的人认为是郭靖的女婿 耶律奇叛变通敌 只因在真实的历史中 耶律奇的父亲 耶律储才和忽必烈关系暧昧 但在金庸的设定之下 耶律奇似乎并非是一个贪生怕死之人 在神雕侠侣的末尾 蒙古人围剿襄阳城的时候 耶律奇率领一千士兵 冲进敌军之中 欲血奋战 谱于敌众我寡 耶律奇一行人 很快就被蒙古人团团围住 郭福眼见 耶律奇凶多吉少 于是要求杨过前去救援 书中是这么写的 杨过挥舞玄铁重剑 替耶律奇杀开了一条血路 耶律奇却对杨过说道 杨兄弟 多谢你相救 只是我尚有部署被围 亦不能独胜 我要跟他们死在一起 显而易见 金庸笔下的耶律奇 文武双全 有情有义 他绝不是那个出卖郭靖的叛徒 既然如此 潜伏在郭靖黄荣身边的 这位叛徒会是谁 尽管金庸并未在《倚天屠龙记》里 讲述这位叛徒的详细情况 但通过神雕侠侣的原文来看 出卖郭靖的叛徒不止一个 而是一双 且又是郭靖黄荣的身边之人 遗憾的是 冰雪聪明的黄荣 已经发现了蹊跷 可古人说得好 智者千律必有一失 而号称 语中诸葛的黄荣 虽然发觉了不对劲 但却因为感情用事 最终一时心软 饶过了这一对叛徒 那时黄荣有孕在身 一身武功无法施展 还因为动了胎气 导致行动不变 以至于在和金轮法王 斗智斗勇之时 都落于下风 与黄荣同行的还有郭福 武修文 武敦儒三人 无奈郭福和武士兄弟 都是草包 他们三人不但帮不上忙 还屡屡做了脱油瓶 让黄荣身处凶险 万分之劲 就在黄荣一行人 要被金轮法王生擒之际 路过的杨过 小龙女挺身而出 二人撤出剑来 使出浑身解数力 斗金轮法王 此时的杨过 小龙女尚未领悟 双剑合璧的妙境 就算以命相搏 仍不是金轮法王的对手 幸好路边堆满了摔落的桌椅 杨过 小龙女的轻功 又是当事一绝 只见他们二人 不断穿梭在桌椅之间 强如金轮法王这样的高手 无法在短时间内 击杀杨过和小龙女 就在此时 一旁观战的武士兄弟 却连声催促 师娘 咱们先走吧 你身子不适 须得保重 黄荣出师不理 听他们催得紧了 目道 为人不讲侠义二字 练武有何用处 活在世上又有何用处 这信扬的强过你们百倍 哼 你兄弟俩好好想一想吧 武士兄弟一番好意 却给师母一顿抢白 善善的老大不是一死 注意看 武士兄弟说是因为师娘身子不适 这才要求先走 但明眼人都知道 这一对草包兄弟 必是忌惮金伦法王的武功太高 而杨过小龙女 又不是他们的对手 只要再斗个几回合 带杨龙二人败下阵来 届时 金伦法王又会继续追击黄荣 以及武士兄弟 武士兄弟正是想到了这些 这才借着师娘身子不适为由 希望说服黄荣 一起临阵脱逃 黄荣聪慧机敏 他岂会看不出 武士兄弟的真实想法 于是黄荣目吃了武士兄弟一顿 说他们是不讲侠义 又说他们活在世上有何用处 不讲侠义倒是其次 黄荣对武士兄弟说的那一句 活在世上有何用处 才是真真正正的不客气 当然 黄荣能说出 分量如此之重的话来 并非小题大做 他闭时一眼看穿了武士兄弟 天生怕死 临阵脱逃的本质 这样的徒弟留在身边 不但一无是处 还有倒戈相向的危险 黄荣聪明绝顶 他也知道其中道理 不过黄荣随后又说了一句 你兄弟俩好好想一想吧 算是给武士兄弟一个台阶下 黄荣之所以没有把话说死 也是有原因的 毕竟人非草木 熟能无情 武士兄弟自小就跟着黄荣 上了桃花岛 这十几年来 和黄荣可谓是形影不离 黄荣正是顾念旧情 这才动了侧隐之心 但也是黄荣的一时心慈手软 最终留下了武士兄弟 让这一对兄弟在29年之后 做出了弃士灭祖 卖国求荣的可耻之势 综上金庸的武侠小说 留下了大量的谜团 但你若细细翻阅原著 依旧能够找到 藏在原文里的蛛丝马迹 这也是金庸武侠著作的魅力之一